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星期,我是嘉賓,家人國際董事Philip Hello, 你好 今天為何邀請Philip來? Philip是專門看房地產版塊 我記得以往常常踏入差不多九月、十月 人人都會說要留意內房股 因為可能銷售數字佈折 傳統金九人十說法 最近人民幣也升得來 但是不行,整個版本都散了 Philip,你覺得最大的責任在哪裡? 其實今年,你真的看到開始跌 其實我想是早一個月開始 八月中開始 其實大家看到最大的責任就是 講來講的都是那三條紅線 是,那三條紅線 因為大家很害怕,如果內房股 一向都知道,不能說它借太到日 沒有理由做地產不借錢 但突然說不准借錢 又說要紅線有多少條 你踩一條又怎樣?踩兩條又怎樣?踩三條又怎樣? 是不是要你不讓你借錢? 大家會害怕 其實大家就會對比,之前會否有些年份 真的在收緊一個銀巾,收緊是很重要的 可能大家… 幾年前而已 其實不用想很遠的 每年都總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時間的 只要是辣不辣 是的,我們真的看回最辣的時間 近這幾年就是一百年 一百年就不是境內收緊 那時是說的是收緊一個美元 例如說,好像當年,我記得一百年 有一波,去到十月、十一月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恆大出來發債,十三厘 那時是不給錢出來 不給錢出來,大家害怕 還不到債,那怎麼辦? 這次大家會害怕 如果這次又是這樣 我不讓你借錢 大家會否又害怕,你又還不到 有些流動性風險 雞丼雞蛋的問題是 我給你借,你就繼續還到 我不給你借,債權人就說 你還不到 我要你提早還 如果有些債可以提早還 你提早還給我先 我們叫做投資金 是不是都投資金 最近近期都是一樣的 所有境內債都看到 可以投資金 可以回收的 一定逼發展商還錢 大家就更加擔憂 原來本身借錢給你 又要你還錢 正常情況就不一樣 你收這麼高利息 就繼續收錢 現在不是我寧願不賺 要下錢 Felip 說的紅線其實都挺辣 但現在就是流於傳聞之中 究竟什麼都可以給大家 稍後畫面上會陸續看到 其實都不是說得少 其實你要控制整個資產負債表 即是那些要現金流 希望去做回多一點 而那個槓桿也是減低一點 中間有三條的紅線 其實大家是需要警惕著 以後那些內房商可能要逐步開 在過渡期之間 慢慢就將他們的資產負債率 降到下去不多於70% 然後淨負債率就要不多於一倍 另外最後就是現金短債的比例 不少於一倍 即是要高一點 看到顏色比較 其實就是會劃分紅橙黃綠 紅色是最危險的 綠色是最安全的 問題就來了 Philip 你給我一些圖看 究竟現在我們在香港上市的內房股裡面 有哪些是屬於紅色 哪些是屬於綠色 我發現我們經常持有的 又或者有爆炸性的 銷售額也交到供貨的 很多都踩上去三條紅線 是正常的 如果真的這樣統計 看回那三條紅線 我當初三十大的開發商 其實只有幾間 其實只有幾間國企 因為本身都控制住 都不讓你借 或者他們都比較保守一點 沒有那麼進取的時候 借得不多 只有四、五間是綠色的 其實差不多一半是紅色的 就算不是紅色那些 基本上很多都是黃色、橙色的 但當然 其實可能黃色都是我們見開一些 相對比較安全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可能是中國海外 那些會比較好一點 但譬如我們見過那些 比較賣樓黃 亦都用去年去比較排名頭七位的賣樓黃 原來頭兩代好一點 碧桂園和萬科是黃色 但恆大和融創那些 全部都踩上了幾千紅線 其實是的 你看到數字 而且它不只是分別很少 不會說是否踩界和不踩界中間 特別是政府的債比率 其實現在內房做生意只有兩種模式 要不就很穩打穩摘 就像中海華潤、保利那些國企模式 或者有些很龍頭的都見到增長不多 其實這幾年就慢慢做 做多一些商業地產、收租 就看到一些龍戶洗碗 那些都是最多是黃蕩的 它不會踩到橙蕩、紅蕩 踩幾條線 但是過幾年 由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突然又排幾十名海 突然飆上來排頭幾名海 原來就是這樣做出來 唯有靠槓桿 不停借錢買地、借錢買地、借錢買地 那好了 當然了 沒有事沒有幹 賣了樓錢回來是安全的 如果國家又讓你借進去 央行又讓你借進去 其實就沒事的 等於他們都紅了很多年 你要看這幾條線 但是突然間說不讓你借 或者可能要你縮減過借貸規模 大家就會開始擔心 你通常常都會跟內房老總討一下消息 我知道現在最近很多你們分析員 跟內房的都回不了去內地 但是有沒有一些渠道消息 這件事他們是否真的要認真推進 因為現在處於全民階段 其實是認真做的 但當然有幾個階段 第一 之前都在說有12間房企 最大的房企就上了去開會 其實那12間才是視點 就正在做的 每個月都要跟他們匯報 總之每個月就告訴他們 條數項現在是這麼多 就要說有沒有降到 有沒有加到 改善了多少 當然了 其實那幾條紅線就不是說 你一定要明天要做完 今年年底要做完 給你時間做的 還有就算是說那三條紅線 你踩一條紅線 其實它不能讓你借 它是不讓你的規模再增加多少 我們說的是一條紅線 總債規模不可以增加110% 踩兩條紅線就最多增加5% 那三條紅線就不好了 不好意思 不可以再借多些錢 你可以保持規模 但是就不可以再增加負債 要乖乖地做回賣樓 自己拿自己的袋子的錢去再投資 因為我見很多分析員 消化完這一宗的傳聞之後 其實大部份都覺得 應該是會逐步這樣實行的 但問題是 個個都唱好的 就說加快行業整合 強者就會強 而且如果乖豬的 改善得到的 有機會更加得到國際投資者的青睞 另外可能會令到整個遊戲規則有少許改變 包括有不同的內房 可能會有更多聯手合作去做開發項目 會不會亦都被人覺得 這個做法可能比較穩健 在你的角度看 這些利好是否真的一面到利好 我覺得兩件事分析 第一個就是 剛才說的是對的 如果你說要他們降負債 當然短期 第一個層面就是一定是負面的 因為你增長會慢了 你不可以亂花錢 大家很直接亂想到 所以股價也跌了那麼多 第二個層面就是 剛才說的好的事 長遠來的是好事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統計過 就算好了 剛才說的三個紅線 其實限制最主要是限制什麼 就是不讓它增加總債規模 而我們這幾年看到 特別是619年的數字看 其實主要增加總債規模最多 就是在第二梯隊那些 即是橙檔那些 排第中間那些 十多二十 其實那個層面的影響是很大的 反而龍頭 就算是說紅檔 說踩線了 其實去年 他們總債的增幅 其實平均是百分之八 即是頭三十大 如果你要他們增加百分之八 變不增加 其實不是沒有影響 但因為本身的行業 已經到了增長開始放慢 其實實際上是不是影響很大呢 短線有 但不是很大的 因為你都不可能再靠 我可以說恆大 逼國人去年賣八千億樓 七千億樓 突然變得再靠借低 變賣兩萬億樓 不會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樓給你賣 也沒有那麼大的市場 所以變回長遠 會不會有可能 第一就是 我減回負債 省了利息 其實對他們的利益有幫助 第二就是 其實看他們有沒有方法去降負債 有些公司最近經常說 分擦物館 分擦這樣 分擦某樣 或者有些人做了配股 或者很多資產可以賣 其實這樣說 就當作執屋 有些東西垃圾 不要的 又值錢 拿上去 二手賣了它 轉售到 又清了一些資金出來 其實對他們長遠來說是好事 最近比較興奮就是富力 富力其實也是一間比較高危一點 就是紅色的企業 而它最近就是配股雜誌 然後大家又想 其實4月以來 不少內房都繼續在市場上配股 世貿房 那些 旭輝那些都做過 接下來會不會因為這個新規底下 其實它更多配股雜誌潮會出現 也有多大機會會引發整個內房板法再震盪 我覺得配股要看是甚麼情況 如果這次這樣配股 富力 因為它真的超過一條紅線 也不少 另外 其實近來始終是說債券回收潮的問題 如果真的很多人把債券回收 其實它年底在業績會上提過 有9個月有2百多三百億的債券要處理 其實它首台前任的現金大概只有2百3百億 但是它不可以用光它 就算你不怕它沒有錢 但是你也要補充一些資金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都有很多 當然配股是第一步 甚至做完股全流通之後 可能有更加進一步的配股行動 都不足其 但是其實這樣看 最重要是我們看配股的時候 會不會對整個板肺震盪很大影響 就是那個折量會不會很大 你最怕就是它配出來沒有人要 那是 負力配出來1.3%之弱 好少 好少少 好少 當天一出很快就沒有影響 那天就已經 起碼大家知道夠便宜了 有人要的 起碼都知道這些負面反應得7、8、8 其實內房我們經常說很多事情 因為看債務 看他們的現金樓等等 其實你發現如果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怎樣好 如果他們加快買樓買得好 然後多些資金回籠 其實他們健康可以推動到 例如買地 吸土柱整個發展 問題就是究竟今年很多人會問 金九人十是否存在呢 銷售是否能夠繼續折折向上呢 因為我們看頭8個月 如果我們看內房 那個銷售表現又真是不錯的 只是看8月銷售是加快的 其實全個行業做得不錯的 你接下來的看法是否依然覺得可以樂觀呢 起碼我會覺得如果從銷售量 我不看毛利率 因為大家可能看到新聞 減價 促銷 當然最終的幅度不是那個幅度 是嗎 但是如果你看到大家有些噱頭 說要減價 我相信量在9月10月都不會很差 因為大家都始終錯過了2月3月 又疫情賣不到樓 其實因為為什麼後面那麼厲害 可能去到6、7月開始 5、6月好像很厲害 整個增長好像很快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有些樓之前本身應該買的 有些需求抑壓了 現在沒事了 疫情之後爆發出來 是的 需求釋放出來 但是起碼我們都看到 就算我們計算疫情 頭8個月的話 其實普遍內房今年都是有正增長的 平均已經有正增長 還有可能他們就算定今年的目標 會否保守一點 已經低過去年少少的 就是目標所定率 今年可能做到大概去到8月 大概接近6成 5成8、5成9 接近6成 有些龍頭更加誇張 即是更加積極去減債 你看到恆大去到差不多7成 有些就不知超過7成 其實今年代表不難 但是問題就是 當然利潤率可能過1、2年之後才看到 究竟會低了多少 實際減價幅度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暫時 那是低的吧 即是利潤率真的不會有 以前的高峰期三成多 應該是沒有可能的 即是2成已經好 2成到2成半 這樣是一個正常的毛利率 還有就算是這樣說 如果你想賣貴一些 其實現在限價 其實你想賣貴 想賣高毛利率 都賣不到的 那倒不如就發費隨隨賣了 拿錢 順便解決三條紅線的問題 你一提到達標率 其實比起去年同期低 因為去年去到這個時候8個月 大概達標率都有6成4 我也看過 到現在為止是58% 如你所說 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有多些不同的策略 去再推些盤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看完它的達標率 但另一邊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銷售表現 因為我發現很有趣 從來投資者都說 買大間的 買一些一線二線城市的 但不是 我看到過去一兩個月 其實銷售數字反應有爆炸力 全部都是中小型的內房股 Philip 如果我們接下來要捕捉整個內房版法 你同不同意未來幾個月 其實我們反而應該看一些中型 我反而覺得短期的話 因為大家怕它會震 兩個概念 第一就是你怕它會震 保守的就買最大隻的 你一定不會出事的 如果你說真的要報中海華潤 當然它會不會升很多 我覺得不會的 真的不會升的 但問題就是這些安全 中海外 不買二洲新的 我怎麼買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 今年其實整個主題 整個內房版塊 其實不外乎是看分插的 因為遲得 就算做得不錯 就算分化 做得多厲害 其實增長都是好 都是兩成十幾個巴仙 當然中海自己就特別做得差 可能你龍頭的 甚至像恒大用廠的增長都做 還是挺不錯的 但你又覺得有紅線 我買不過 所以都跌得不少 但回頭 不如我們 其實是否一定要很專注 看銷售數字呢 其實今年我覺得大家就開始不太看美 即是今年的時間 今年的時間就看整個版塊 究竟整個版塊的銷售是好 有沒有改善 反而不是來選股 今年選股反而是 要先避開哪些 另外就是 會不會有些分擦概念 或者可能現在很便宜 會不會它可以突然分擦那些東西出來 很值錢 太特別值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股價做得最好 通常都是分擦物館 分擦代見 分擦不知什麼 那種的股價會變 你講分擦就對了 因為不知是否剛剛遇到剛剛 大家都覺得它需要整理自己的東西 而分擦而沒有 亦都有少少釋放價值的效用 如你所說 各別的內房 其實公佈了分擦消息之後 估計是相當硬正 譬如大家都會很熱切期待 譬如說韓智地 之前融創亦都提過 813世貿房也說了很久 其實富力那些都說拆酒店 又搞Risk又等等 但林物館版塊 其實很多投資者都很憂慎 因為上半年 其實是不停問 它是不停破頂的 但是很多在7、8月 其實陸續摸頂的跌幅是很大 因為有些跌成10% 大家突然間突然間 是否真的覺得這個美夢是玩完了 這樣看 我覺得其實物館已經 我又會覺得 其實那個股值是真是貴的 即是就算你說的 那個股市幾好聽 即是說到有些去到 四、五十倍市場率 其實你會比較 現在大家看物館股的增長就是幾個來源 即是說上半年疫情 大家說 會不會多些服務做到 會不會有拼購 會不會阿媽又買到樓給你 那些業務只是有增長 正先又有補貼 對 永遠有升不下跌 很多人看著我做拼購 做拼購可以 突然間會不會是 在賣30倍的公司 賣的東西 8倍、10倍回來 EPS 每個營利便會升 但是 發覺不是 今年如來難做了拼購 當然了 疫情有關係 你都出不對去看盤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小的物館公司 現在都說 不如我賣給你 不如我自己上了 我需要什麼8倍賣給你 我10倍上市 12倍上市 我小的 我都十幾倍 那接下來供應也會很多 就算你看一下 每股營利預測 2020年那條 那些7月那些摸頂 會 但其實你平均拉雲都有30倍 是的 其實因為越來越多 所以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看著物館 真是這個辦法 有些中小營的 你就沒有 賭賭它什麼時候 有拼購消息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拼購消息 走回來 它便會升 但如果你去到中小營那些 其實十多倍市值 就是這麼多 但大隻的 你就要看 它會不會好像 看到今次 真的取完業績之後 沒有什麼跌過的 其實只有兩三隻 只有永星 只有碧桂園服務 只有保農商智 這些就是有些特色的 你就要看特色 不是人人都說 我做住宅就做住宅 今天開始拼購空間越來越小 因為大家喜歡看碧桂園 就是 他去做阿爺項目 做公建項目 政府項目 穩陣 是的 還有沒有人做 門檻很高 只要你的規模夠大 才會容易得到 另外就是 你的規模夠大 省到錢 成本效益 比如保農商智 做商業項目 大家說 不是那麼多人做 這些 其實層面又高一些 含金量又高一些 大家會喜歡一些 另外好像在說 一些可能拼購多一些 空間多一些 會站得比較硬淨 是的 但是之前大家很喜歡 比如啞生活那些 其實都有比較多拼購概念 但是出來 似乎是業績一般 而且那個毛利率 倒退的幅度 也是超過市場業績 其實我見普遍 出完半年業績之後 只要看大數 很多以前都覺得 起碼50%以上增長 才收貨 今年其實都見到 上半年有些個別來說 有點失望 但是問題就是 整合毛利率 其實真的受下程度比較多 其實是因為疫情問題 還是時間問題 還是什麼 疫情是有影響的 疫情不是主要的影響 疫情第一個影響 當然它上半年花了錢 其實政府有補貼的 但是有個時間差 因為可能你上半年前花了錢 可能你交了一條數 我還給你錢 你也要下半年 通常上半年 他們洗額外的留學黨 要消毒 抗疫 其實政府大部分都給你 但是要下半年才給你 這個是一部份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當你做拼購的時候 我們見到過去整個板塊 拼購得最快 就是過去18年和19年 特別像雅生活 舉個例子就是 它拼了中文頭物業 中文頭物業 其實問題就是 你一拼入你的時候 那件事本身的毛利率是低的 你立即處理 立即拉低 即時在20年拉低了 可能有些人沒有看到 或者可能高估了本身拼入 那件事的毛利率 變成拉低了 一來就會失望 二來也有個不確定 到底何時才可以拉高 那毛利率 當然你整合完 省了成本 裁員也好 炒員也好 一個經理兩個盤用也好 很多方法 省了錢的 但不是立即買就立即做到 我來說 可能第三季的業績 出現了少許驚喜 起碼大數目 沒有第二季 要等它出來先 起碼就是賣 上半年好像這麼驚嚇 為何沒力跌那麼多 增長又好像沒有增長那麼快 但可能要等多半年 可能出前面全年數 你看到下半年的數目 真的有改善 可能到下年三月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反彈前 這個時間點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執入內房 還是還是執入物館呢 兩邊有兩邊執法 因為如果你執入內房的話 我反而就會想 你既然跌了那麼多 現在很多在說跌到 你很害怕它 剛才說過你很害怕它那三重線 如果你發覺有些是 你看到現在都在說 又說什麼配股又說分岔 其實分岔完就搞定了 那三重線是搞定的 現在的股值這麼便宜的時候 我不是記得睡覺 但你放進去再跌的空間 我會說是有限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想法 當然你要保守很穩陣的 不如不要教你的辦法 因為這個辦法 你擺得的就是預了有這些問題 要吃驚風散 是的 要吃驚風散 當然要吃驚風散 就是high risk high return 另外如果你說真的物館 物館你龍頭的說真一句 股值是貴的 如果你真的要拼搏的話 回到之前 剛剛最近跌得多的 其實我覺得梁雅生活是一個選擇 就是最近跌得多 然後股值如果真的看到2021年 其實已經跌到20倍 十幾倍的了 不是特別貴的 反而你可以拼搏它 如果它真是整合中文物業 那裏做得比較不錯的 是可以補得住的 又低基數 是的 沒錯 到時有些驚喜 大家今天都給你們了 提示了 有些個別的股份要留意著 他們接下來的一些企業行動 會不會其實預示 搞好一些東西 然後就重新出發 謝謝Philip 和我們詳細分析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的 先給